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这里,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现在很流行的一件事就是齐什么同兴贺 为什么齐什么同兴贺呢? 每个人都关心一件事就是 关心香港的生育率问题 工联会昨天跟特首李家超会面 建议施政报告推出鼓励生育的措施 包括什么呢?就是家产价 这个没错的,这个是家产价 我也一定要说 吴秋北他怎么说呢? 就是妇女照顾上,例如产价应该提高到16个礼拜 和国际看齐 托而鼓励生育基金 照顾基金上做功夫 特首积极考虑我们提出的意见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工联会这件事 在妇女照顾那里 譬如打工的妇女 产价可以提高到16个礼拜 和他们的工作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要保持他们一年 就是他们的位置 这件事在外国是做得到的 就是生完小孩之后一年 譬如你拿了产价一年产价 16个礼拜 就是政府和公司夹合钱给的 在外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澳洲是这样的 如果我理解英国、加拿大都是这样的 你那份工作 就可以留一年 就是一年之后 公司一定要请你 但是这样行不行? 我觉得在香港很难 但是其实我认为 这样才能真正帮助那些妇女的 就是这一件事 你要看看 其实香港有一件事就是 很歧视大妇 有一件事就是 你说大妇女做事是不是会 有点脱漏 没那么好 因为她身体本身也是辛苦的 所以做事大妇女本身也是辛苦的 其实 我认为大妇女都可以照样给她上班的 这不是什么问题 不过你做管理的人就要看紧一点 因为她自己本身的大妇女可能 做某些工作也不合适 那... 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难题 竞争力 给企业的竞争力 那当然会某程度上受损 但是如果大家一起这样做 整个香港都是这样的 我举个例子 整个香港都是这样的时候 那就没问题了 是不是 整个香港都是有16个星期的产假 整个香港都是... 譬如请了一个女人才算 她生了一个小孩 你一年之后要请回她的 就算请一年产假之后 你也要请回她的 如果全香港都是这样 那是没问题的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地方 她当然不守规矩 香港那种情况就是 有些做商家的人 当然是很黑薄 这个很黑薄 这个是... 我刚才用过黑薄 其实她也是很乞衣的 有些老板也是 这个是现实 那... 那... 拖得车就说 相信叶太撲出来反对 那我不知道 会不会撲出来反对 但是... 你... 产假那些 其实... 应该提高的 我认为工联会这件事情是没错的 和国际看齐是没错的 你托移 鼓励生育基金 你托移那些 基本上你要托移服务 要有补贴 那些东西 这件事情香港很难做得到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要想一下 工联会这个方向是没错的 一定要说的 那... 比如你说照顾基金 照顾小朋友 那... 那... 其实你讲到底的问题 也是一般打工仔的收入的问题 其实工联会有些事情是真的做得不好 其实有些事情是很简单的 根本... 现实的问题就是... 一般打工仔能不能够养家这个问题 你... 在养不养家这个问题上 其实工联会已经做得不好 那我也不怕说 那... 强盛就说鼓励一夫多妻 就是有钱可以多妻生多几个 其实香港就不是一夫多妻 我一定要说 香港呢... 你有钱佬呢... 我只是讲一个事实而已 你不要觉得我在这里圈掩支持一夫多妻 就是不是 其实香港事实上呢 有钱佬可以有很多女朋友的 我讲一句真话 那些女朋友也可以生小朋友 这样是不犯法的 他不可以结婚而已 但是他可以有女朋友的 可以生一斗子女都可以的 就是我讲一句实话给大家听 那... 路上也听说如果有16个星期的产家对产妇好多 其实最主要的情况就是 16个星期实际上也是不够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为什么我说16星期也是不够呢? 很多时候 那些女人都是要跟 那个小孩 建立多一些亲密的关系 跟那个BB 如果不是会产后抑或是很烦的 其实这些都是社会成本 所以很多地方就是 你请产假如果请一年的话 一年之内你回去做同一份工 公司是一定要请你的 其实就是这样 那... 那... 东莞就说 坐正就是一个 那些是女朋友 是 但是你看看香港的有钱人 其实他们是不是都可以 在外面有女朋友帮他们生孩子 这些根本就... 是不是真的能帮到一个生育女 我就告诉你 未必可以 马王就说香港住也是问题 很多人就因为这样而不敢生 那邓家镖 你真的... 其实这个邓家镖 我一直都说他是硬膠镖 为什么他说硬膠镖呢? 他自己去跟风光那些一起做节目 你说是不是硬膠呢? 当然是硬膠啦 哈哈哈 硬膠到震了 这个硬膠镖 为什么呢? 他说了一样东西 我看到我觉得是黏狗线的 他说是他们想出来的 不过我觉得是他想出来的 这条死桥是 这些这么7的死桥 是他才想得到的 他就说他建议政府 可不可以推出 买楼供款计划给年轻人参加 由现在开始供款 直至这些楼宇十年之后出现 确保他们有营购权 这样就可以鼓励生育 老实说 这份工的问题 你要拿钱出来供 你还要租地方住 实际上 实际上可能性是零的 硬膠镖想出来的事情是 如果人人都像你赚十多万一个月 你当然可以想出这些计划 这些计划 一出来赚十多万的人是有帮助的 为什么呢? 一开始就可以供楼 一开始就可以买楼供款 即是还没有首期 就可以整定买楼供款计划 但是如果你的收入 两夫妻加起来才只有六万块 其实香港很多人都是这样 五六万两夫妻加起来 那他交得租就没有钱供了 其实实际情况就是 是不是? 你想想一下是不是 九龙东 豁湖 工联会 邓家彪 你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实际的可能性是有多少 你拿一些政策出来 给政府去考虑 你也要看一看可能性 如果你说产价那些提高十六周 其实那些就是政府淹钱 再加上雇主淹一部分的钱 其实是可以的 这个我认为是可以的 政府可能 怎么做呢? 就是给最低工资的妇女 然后多了出来的就是雇主补贴 但是就不会补到 百分百的人工 这些数据呢 其实你也可以拿一些具体的数字出来 工联会其实当然没有 你托而服务的那些 鼓励生育基金 其实他们是没有细节的 其实工联会提出来的东西 我看到就是没有细节 什么照顾基金那些 现实就是 你要做好托而服务 要做好照顾服务 其实你在香港那种情况 就一定是 政府拿一些资源出来 私人机构 做一些运作 其实现在在香港 其实一直都有 那些人开补习社是什么 其实 我有朋友在香港开补习社的 其实补习社做了一件事 就是叫做托而服务的 某程度上是 其实你说在香港 是不是真的 这些东西是没有人做的 其实不是 一直都有人做 就是托而服务的 也有人做 其实市面上是有些东西 可以做好一些 但是 就不是说没有这些服务提供 有些东西我也要讲清楚 有些人觉得香港是没有这些服务提供的 但是问题就不在这些提供服务那里 之前我有节目讲过 其实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 就上学年龄 上幼稚园也好 上学年龄 他们就会想去打工 比如在超市做一下收银 做一下执货 那些 还有就是做一下文员 有部分 就是执头执尾的那些 这些服务呢 其实在香港一直都是有私人做的 但是 你老美特区政府之前的政策 就是这些人都要输入外劳 那些私人做的工都要输入外劳 很简单 其实一般人 工联会 我也要讲 他们也有出来反对 输入外劳 有投票说反对 但是 没有后续行动 其实是 勞乱也好些 勞乱起码 周小松也接受一下电视台访问 其实工联会是什么都没有 现在就想起一些 根本都不可行的东西 我看到 我也 叫一声 你有没有搞错 工联会当然是为工人服务 第一件事当然是为工人 你说明是工字 那就是为工人 是不是 对不对 好了 那 周小 也多谢你的支持 非常感谢你 东莞就说 现在很多补习社去学校 接小学生放学 带他们上补习社 有午餐 然后温习夜晚 服务接走 其实我的朋友 就是做这些 基本上是 疫情期间的生意当然是很差 现在也正常一点 那 其实一直都有的 Kokemi说 补习社加托儿一直都有 其实 根本就是 社会是一直都有人提供这些服务的 就是 你说没有人提供 要做多些 其实再小一点就难一点 举个例子 例如 例如 日间托儿服务 那些 是不是很难做 其实问题就是 你日间托儿服务 你要知道 那个妇女 是要赚多少钱 才可以付钱 去 买这些日间托儿服务 那些日间托儿服务 一点都不便宜 你想一下就知道了 你最便宜的人去看着你的小孩 就算你请家庸也好 你也要几千元一个月 那就是那个妇女 她赚回来的收入 是要多过这个数字才可以 才可以请到这些托儿服务 其实就是 但是你另外一边的政府 就是 在这些 司拉可以打的工 那边就输入外劳 那你明不明白 这个问题在哪里 其实有些事情 你如果一看全局的话 你就知道 政府之前那些政策是很有问题的 其实就是 现实就是这样的 喏 那我就是村委书记的老爸 内地之前不让托管机构就是这样 保习加托儿 其实内地有些政策也是 老实说 我现在也是反对的 就是其实 如果你保习加托儿 其实根本 我认为根本就没什么问题 实际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你这些父母也要去找吃的 其实就是 你跟着转了做非牟利 其实国内 其实非牟利 结果做出来的服务 也是差的 就是 其实本来有些东西 本来可以提供到一个 就是经济活动出来 结果你就 捏死它 就是如果你说内地的话 你看到香港 其实一直都有这些东西 那现在 我希望香港 不要拿这些东西跟着内地 補习也不准 如果補习也不准 当然是不能 老实说 在香港是 那 那 那 修缺了 就是说 现实真的是没有太太做的 没有太太 已经 五六年聘不了人 那 那 问题就是 那 情况就是 你的薪金太低 那些太太太就不会做的 我说个实话给你 因为 他们也是要聘请一个人去看着自己的孩子 如果你出薪金太低 根本就不会有太太做 我说个实话 但是 你说是否完全没有太太做 我就告诉你 不是 现在有些人当然不断地说 那些太太也不做事 这样 坦白说 如果他的孩子还没回幼稚园 他怎么做 你也要看看他 有没有空闲时间 譬如他早上 他把小孩子放上去 那他就脱身可以去上班 是不是 这个是现实 是不是 你想想一下 所以 有些事情 其实 你们提意见之前 其实 你们研究一下 可以怎么做 对不对 那 修缺就是那些去补习班 是去做功课 因为他们不想来 不是不想来 其实有些人真的要上班 你也要明白 就是修缺 其实有些人是去上班的 你不能说那些太太完全不做事 其实有些太太不做事 第一 他找不到 第二 收入太低 其实有几个事情 会考虑的 譬如你有两三个小孩 如果你有两三个小孩的话 那些太太不去做 就是正常的 我说个实话给你听 因为他 两三个小孩要去 补习社 或者要去托儿服务 他们的钱 就已经 基本上 就肯定多过他找到的钱 对大部分的太太来说 都是这样的 其实说到底 根本都是收入的问题 其实 现实就是收入的问题 通得车就说 如何释放劳动力 其实 勞联那些人说过很多次 你出个合理的人工 就会释放出来 现在的雇主是不肯出合理的人工 还要政府 找政策去支持他们 其实这样是不行的 平静平安就说 我生两个小孩的时候 姐姐三千八 我找一万三 但是十年后 姐姐抢到八千 我只有两万 怎么请姐姐 还有那些集费 姐姐的平均支出 万一 其实就是因为 你的薪金没有涨 你明白吗 其实我经常都说一件事 你其他东西都贵了 但是一般人打工的人工 钱是没有涨的 其实每一个人 赚多多钱 其实结果就是 去了大老板的女朋友那里 你说在香港是多糟糕 现实就是这样 你说我不是啊 你挑动矛盾 煽动一些人去增加有钱 我从来都没有 我经常都是说一件事 要公道一点 就是 大家在社会那里建设 社会上的经济增长 其实大家都有份 但是你想想回归以来 工人能不能分辨 经济增长的好处 我就说句真话 你自己想想 那 Elsa Teng就说 收入有限公楼 请姐姐 怎样删多一点 收权两说 姐姐的薪金是4,650 收权两说 你每次都是这样说 譬如我上次说 你要一万元租不到老人院 你每次都是说 不是啊 有点便宜的 你租到吗 你请到吗 你出4,650元 你请到一个姐姐回来 我切齿啊 你老妹 有时候我不是想骂人 不是想骂你 我知道你每天都在听节目 我不应该骂人 但是 那问题是 你要讲现实嘛 现实就是你请不到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给8,000元呢 为什么要给8,000元呢 因为有其他手续费嘛 不是想讲粗口骂人 真的要讲 真的一定要讲清楚 你想想一下 最大问题根本是什么 你根本就是个人工的问题嘛 好了 你这个硬胶标 他说年轻人提前供楼 怎样提前供楼啊 自己的工作也不够做 怎样提前不够用 怎样提前供楼啊 怎样提前供楼啊 对不对 那周蕭就说 暑假一部分私人要留家照顾小孩 假后又回去酒楼茶餐厅工作 人工大概60-70元一个小时 你也要先想一下 是不是 坦白说 现在 你看看那些 请吊鸡车的人 用900元一天请人 当然请不到 900元一天还要人家 两种羽民都懂 怎样请到人 十年经验 还要两种羽民都懂 当然请不到 看 东莞就说 现在的姐姐很抢手 我弟弟的姐姐就被人抢了 他请的那个人 多给2100元一个月 我弟弟 就给不起 唯有看着姐姐走 KTML就说 现在出到6500也未必请到 就算 8000 老实说 8000 你也是 一定会请到人 但是 你还要加其他集费 YZYZY样 如果没有工作 那怎样提前公楼 是啊 怎样提前公楼 其实是 你提前不了公楼的 其实是 还有就是 杨小宝就说 老板永远市道不好 就共度时间 不加工 市道好 又不会加多些给人 其实有些是很离谱的 Elsa Teng就说 是 姐姐的薪金是五千多元 但是 食物和其他费用 全加了 一个姐姐就要8000元一个月 老实说 本来有些人是找到吃的 地盘那里是找到吃的 你硬要请一大堆外奴 那 你是亲手整死整个市 你邓家标有没有为这些人发过声 蛤 这个硬家标是真的想不到的 其实是忽上老的 喏 哩哩巴拉就说 请断约姐姐一定贵很多 因为跳工问题严重 其实 现实就是 很难压低他们的工资 因为整个世界 根本上 大家都有压力 因为很多地方都有通胀 你说姐姐来的地方有没有通胀 她也有通胀 她也要寄钱回家的 她要回去老家 她在家的钱都不太见识 现在是 现实就是 是吧 喏 Ko Kimi就说 就是机票集费都是钱 我就是村委书记的父亲 就说内地请个阿姨也要六七千 那也不会有内地人做 其实事实就是 现在香港订政策的人都在发梦 他认为会有很多内地人来 其实 唯一一个行业 可能真的有大量的内地人来 就是建筑业 因为那个人工 建造业真的差很远 内地的建筑工人 建筑队的人工 和香港的建筑工人的人工 是差很远的 这是事实来的 但是 这个我又要再说 没错 是差很远的 有些人支持输入外劳 因为他觉得可以便宜些做工程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你始终都是要照顾社会上的一班 我的看法 你做地盘的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 他读书成绩 通常都不会是太好的那些人 这个社会有很多这些人 你不去照顾一下这些人 有些行业是让这些人找到食物 社会问题会有很多的 其实是 那 那 那 伊斯高就说 有旧同事月入两万 拿到公屋 反而请工人自己不想做家务 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那 Karen Chan就说 姐姐还要住呢? 那家屋自己住也慢慢的 而且小朋友也不够住 那姐姐又要住 哪有位给姐姐住 其实整件事是很严重的 其实整件事是 那 Lin Steller就说 我姐姐很好 若满仍然以底薪俗 没想到要加薪 那 那他肯定是知道的 那肯定是 你自己怎么对人 别人也怎么对你 其实这个问题 这是事实来的 那 清草就说 彪彪是讀社工的 为什么这么无知 所以 社工一出来 就已经几皮的人工了 其实是 他当然不会了解 那些没有几皮的人 是怎么生活的 现实就是 那 Rossin一听就说 还有些中年师傅都肯做终点 其实有很多师傅都肯做终点 其实就是 说真的 你出来做 打工 不是说出来 什么 就是有些人出来做 那些色情行业 不是 但是 你出来打工 其实 人工足够的时候 那些人是肯出来做的 那些问题是 事实就是 你都 人工都不够 其实 基本上 去做工 根本是没有好处的 别人都会计算的 你觉得别人不懂计算吗? 个个都会计算 个个人心里都有个算盘 对不对? 贪法自在 就是说 工屋出鼓劾才扯到非奥 我不知道 就是出鼓劾的人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喏 K姐就说 所以现在很多人不生 其实本身的薪 都在慢慢地 你很难说 会生小孩的 就算你说要供楼 那些楼子十年之后出现 这些说法 又是何不食欲味 又是 其实 工联会就不应该有这些人 想这些选择出来的 老实说 你先公定先 其实跟别人说 要存定首期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别人都没办法存到 因为收入和支出是不相称的 他们是 收入太少 支出太多 就不是像你们议员那样 收入和付出不相称 别人是收入和支出不相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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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那些人 有些还要资产和收入 也不相称 真是老实说 哎呀 算了 那 东莞就说 自己也这么困难 怎敢生小孩 那 我就是 村委书记的老爸 就说 对了 盘培国零省就业市场 其实内地现在多了一样东西 可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内地其实 有些东西现在都是只眼开只眼闭 内地多了很多的平台 就是上门按摩的 上门按摩当然有正规和有色情 那现在 内地也是只眼开只眼闭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些事情 你也要明白 就是 经济不好 有些事情 你也要看不到 才可以盘活的经济 其实就是 对社会伤害 对社会伤害不是很大的 那些事情 就没有人理会了 现实就是 其实国内也是这样的 你说 在香港 我觉得有些事情 你自己想想哪些重要 哪些不重要 好 好了 Johnny Wong就说 月光族供条铁 其实 很简单 你想想 这个数据就很简单 其实 你想想 就像邓家彪他说的 我真是鼓励不了 提早供楼 其实提早供楼可以吗 你结果 帮那些人 又不是你实际想帮那些人 现实就是 那你说 有没有办法 有办法的 你这样做 不是不行 你可以做一个 叫做香港地价基金 那些人就把钱供下去 那地价升的时候 那些人的钱就继续升 但是你这样做的话 政府这样做的话 就有很大的风险 而且一般人可能会跌的 所以 所以 有些办法 不是不能做的 你是可以做的 但是 你现在说 要确保别人有购买权 又要别人先公定 那些 如果那些人的工资不升的话 你根本就处理不了那件事情 其实就是 这是现实来的 你没办法处理的 如果你的工资不升的话 其实工联会 说真的 他反对输入外勞的力度 其实应该要增大 而且你补回那些人的饭碗 这些事情你应该做的 其实是 我就是村委书记的老爸 就说或者开个菜料液站 帮人修快递 那香港就很难了 说真的 现在香港有些事情就做不到 就是这么说 拖得车就跟新加坡用强积金供楼一样 那其实 具体执行的方法 你说要先公定 其实是很难的 人工低的话 你根本做不到 其实那个问题就是 Karen Chan就说 上一代有几兄弟姐妹分担 照顾父母 我们这代 已经很多都是一两个 尚有老 还要照顾小朋友 小朋友 将来都未必照顾自己 宁愿自己 存钱养老 好过 其实 有很多人不生 是有其他原因的 就是 那些人生小孩 其实 说真的 其实有些事情想错了 其实有些事情是 你如果那个地方 那些人 生活是过得轻松一点点的 不要太紧张 不要捏得太死 就是你不是 每一元都给别人算得尽的 其实 我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 讲讲减除哥 如何在市坑那里计市坑数 定那些楼盘的价格 这个是故事来的 就是江湖传闻 减除哥是如何做的 减除哥 他以前很喜欢带一只计数机标的 我听过故事而已 这是故事来的 可能是 本故事纯属虚寇 如有类同 实属不幸而已 就是这样说的 他就在市坑那里坐在那里 手就带着一只计数机标 接着另外一只手指 拿着一支笔在那里按的计数机标 计算一下你一个人 份量大概多少 老婆出去做事又有 有多少 接着呢 这样可以大概存到多少首期又有多少 接着呢 好了 你每个月的工款 大概可以吃到多少 计算到你尽 接着他的楼盘定价就是这样定出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那 Samuel Ng E7 他就说 由结婚到我儿子大学毕业 我也有工作 儿子放学 出去补习社做功课 放工回家做饭 现在还在工作 其实很多人都会工作 所以你说师奶不工作 其实我也没办法同意 老实说 Vincent Lam就说 低工资 甚至 连自己父母也养不了 如何公留 其实 这个邓交标 其实就是那个问题 就是 他根本没有留意 他主要服务社群里面的人 是怎么生活的 他是没有计算的 我说到这里就算了 就是 越说越生气的 就是有时候 不是真的想骂人 对不起 如果我觉得 我听节目被你X了 不好意思 因为有些东西 你不能够误导人 你说的最便宜的人工出来 别人是请不到的 举个例子 9千元也有老人鱼 但是别人进不了那里居住 那些不是真的有免费的东西 你不能够这样 拿出一些不是真的有免费的 不是真的做到的东西 就是出来说那个数字 不可以这样的 好了 Linster就说 减除那只计算机票 就是老婆外加的产品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 他那只计算机票 未必是老婆外加 老婆外加好像做餐具起家 好像是 我不知道 不过Linster你当然知道 比我更多 Erik就说 税油不想交 福利不断说不够 其实 问题就是 人工 太低了 其实 问题是人工太低 现在 不过当然不是 有钱人出来说 香港人工太高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那算了 好了 到这里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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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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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